本课程配套图书 请上天猫 瑞达城泰旗舰店选购 通关旧选实战派 尽在瑞达教育 好 各位同学 我们回来来到我们图书的第23页 来看话号四 出资瑕疵的影响 我们上年课讲了大量的出资瑕疵情况 比如说出资违约 比如说出资不实 都意味着出资不是一种饱满的状态 而有瑕疵的 有什么影响呢 第一个 限制股东权利 他说股东如果未出资 就指一分钱没出 或者为全面出资 比如说出少了 或者出晚了等等 或者抽逃出资 那么公司可以对他的三个权利 第一个 利润分配请求权 大家画一个字 利代表是分红的权利 第二个 新股优先认购权 大家画一个字 新就是增资时优先认购的权利 第三 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 大家画一个字 胜 就是当公司解散的时候 还完债权剩下的退给股东的一个权利 对这三个权利做出相应合理的限制 各位这三个字总限就是 新胜第三大权利 可以做相应合理限制 大家注意这个规定中 有两个陷阱 第一点 你观察这三个权利 是财产性的还是身份性的 都是财产性质的权利 因为财产性权利 各位才能按照比例给他或者不给他 才能打折或者不打折 没错 而身份性的权利 各位比如说 股东参加股东会会议的权利 就是身份的权利 那这个身份权利就不能打折 你总不能这么安排 如果他百分之百的资金都出了 这个股东会分上午和下午两个半天 两个半天的股东会都能参加 如果只出了一半 你挑一个 要么上午来 要么下午来 不能全天都来 荒唐呀 所以身份权利 要么全有 要么全没有 是不可能做那个按比例打折问题的 各位再比如说股东的知情权 是和股东身份挂钩这个权利 也是全有或者全无的 不可能按比例打折 你总不能这么说吧 你如果资金都出了 那行 五个文件你都能看 如果只出一半 你只能查2.5个文件 有个文件还是4一半给你看 荒唐啊 所以第一点 新胜利都是财产性的权利 第二点 在于相应合理 各位什么叫相应合理 你听 说根据约定 刘安琪股东应该出资200万 但我这边没有全面出资 出资违约 我只出资到位了 100万 只出了一半 那各位 此时公司能否因为我出资不全面 而剥夺我当年的分红权 能不能剥夺 不能 毕竟我出了一部分 你给我剥夺是不相应 不合理啊 所以相应合理的含义就是 按比例给他剥夺 按比例赋予他 也是有节制的一种限制 这个是这句话的含义了 可以相应合理 限制新胜利 三大权利 好 各位往下看第二影响 解除股东资格 这是个极端的手段了 他提到 有限公司股东 为履行出资义务 或者抽逃 全部出资的 各位做一个比较 他和上面限制股东权相比 他少了哪一个 为全面出资 而且抽逃是不是多了一个定语 抽逃全部出资啊 所以这个解除股东资格 他这边适用的情况也很极端 赶尽杀绝 一分钱没出 或者出了 都拿跑了 是不包括出一部分 或者抽逃一部分 这种情况的 好 这是适用前提 过程 经过公司催告缴纳 或者返还 他的合理欠内 仍未缴纳 或者返还 公司可以股东会决议形式 解除他的股东资格 所以大家看 解除股东资格 实际上来直接开除吗 不是的 现在怎么样 催告让他改 改不了 是不是才解除啊 各位注意第三个点 他是开的什么会 股东会 请问大家 为什么不是董事会决于解除资格 你有个感觉 董事谁选的 股东们选的 董事会是股东的下级 下级怎么能开除上级呢 是不是权限不够啊 所以只有股东会 所以各位你看这个制度 步步惊心都是陷阱啊 前提没出资或者抽逃 全部过程 先催告 会理欠内认为缴纳 最后再以股东会决议形式 给他解除 再往下看 法院在判决解除股东资格是应当 市民 市民什么呢 公司应当及时办理法律的减资程序 或者由其他股东第三人 缴纳相应的出资 各位这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 刘安琪股东应该出资100万 一直不出 一分钱没出 公司催告之后还没出 最终公司决定给我出名了 大家看 表面看是给刘安琪出名 但你想一想 刘安琪被出名之后 是不是我的100万也不用出了 那就意味着 公司资本金是不是从过去 比如说300万 现在要降低100万变成200万 那这100万确实怎么办 要么减资给他减掉 要么这100万 你安排蔡亚琪或者刘福克老师 其他人补上也可以 这就是要及时减资 或者安排第三人缴纳的原因 使他资本和真实的相符合 再看一句话 办理法定减资程序 或由其他股东第三人 缴纳相应出资以前 公司债权人请求相关当事人 承担相应责任的法院 应当予以支持 这句话先来个伏笔 咱们到一会儿 讲完股东资格之后 再说这句话 什么含义 所以你会发现 股东除名制度蛮复杂的 也蛮重要的 好 各位给大家说一个 安琪老师预见过咨询 还蛮有意思的 说有一年 有个人叫马总 马总来找我 他给我说这么一事 他说刘律师 我们这几个人 办一家有限公司 总共是五个人 关起来挺不错的 约定每个人都要出资 出资时间是今年五一 结果你看都过去两个月了 好 有个人叫小张 小张人出资也不多 应该出一百万 结果都过去两个月了 小张这一百万一直没出 我一直找他 结果现在电话都不接了 刘律师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我说 哎 您这边别着急 公司把解散明文规定 他不出资 是不是可以给他除名啊 你们当然也不能操之过急 你得先催他 催完了之后和以前不出 你们开个股东会就给他踢出去了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他说踢出去以后呢 我要么你们减资一百万 要么这一百万就安排别人出就可以了 好 然后那个经商的马总也很开心 说我知道了 我回去之后就给他打个电话 在最后催他 再给他发个顺风快递 也书面催他 咱们人之意尽 然后给他除名 我马总 你到底想不想把他踢出去 他说想啊 马总 你要真想踢他 你这么做就可能踢不出去 他说为什么 我说你想一个问题 如果你给他打个电话催他 而且给他发个顺风快递书面催他 你说再不出钱给你出名了 如果你是对方 你会怎么办 他说 我大概我会找个律师 因为我觉得这是蛮严重的 我说对 我说对方这个小张也会找律师 他的律师就给他说 说张总啊 你别紧张 公司法解设三规定出名的前提是 未出资或出逃全部出资 讲究说然后呢 他的邻居会说 你只要不是为出资就可以 他说我没有一百万 实际上出一百万了 你打个十块八块的打到公司基本账户去就可以了 因为只要小张在这个过程中真的出了十块八块 是一两百块钱 还是为出资吗 不是了 就变成什么了 变成就变成了为全面出资 是不是公司只能限制他的权力而不能解除股东资格了 再解除就违法解除 我说真的出现那个局面 他会恶气死你的 每天来开股东会骂你 甚至要打你 殴打你 侮辱你 你都不能给他出名的 那这个马总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说法律的真谛在于实践 而不在于理论 你会给他出名 你听我的 不要给他发顺丰快递 顺丰快递太正式了 是送货上门的 给他发个什么原通中通脏木垃圾就发给他了 在这个道复对方根本可能没留信 另外也不要打电话 打电话完他接了怎么办 给他发个短信 这年头是不是只有垃圾信息才发短信 几乎没有人发短信了 而且不要周一早上九点半发 要周五下午五点半发 没错 因为那时候人几乎就不再工作了 所以各位 而且那个合理线给他留的短一点 这样你通知了吗 你通知了 他没注意 但是他的事 是不是顺顺利利就给除掉了 没错 各位这就是我导师写的一本书的名字 我导师这本书就是法律的真谛 在于实践 安西老师随着工作的时间 也是逐渐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了 很多东西就这样 你学工资法也算 我也学 为什么我做的会稍微好一点呢 不是因为我比别人更聪明 而只是因为我做的会多一些 预见会多一些 所以各位 大家要保持对法律一种 好 这种有好奇心 觉得他很精彩的感觉在里面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书本上学的 就是干妈妈的东西 人家事件中遇见问题 解决问题 你才会觉得 这东西蛮有意思的 是真正能够在帮别人解决问题中 获得一定成就感的 好 各位 这么说的步步惊心 每个点都是陷阱的股东 除名制度 好 各位 别看讲义 抬头来一起说一遍 第一 前提是什么 没出资 或者出逃 全部 不包括部分 第二 过程是先 所以到 合理性内认为奖纳 出的是什么决议 股东会决议 非常好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影响 翻过来 我们来看到讲义 24页 24页括号二 不管它 来看下面 标号三 瑕疵股权的转让 各位这里标个重点括号 这个制度非常关键 它也既可以考出资责任 也可以考股权转让 结合在一起考 大家一起来看 有限公司股东 为旅行 或者为全面旅行 出资义务 即转让股权 因为它转让股权是有瑕疵的 而不是完美饱和的 受网人对此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的 公司 公司债庭人 可以要求该股东 旅行出资义务 受网人对此承担 连带责任 受网人承担责任之后 有权向转方 追偿 但另有约定的除外 好 各位 你听 说 刘万奇老师 在某公司任脚出资 200万 期间建满之后 200万 我没出 或只出了100万 是不是此时 我构成出资违约 不出资 或者出资不足额 叫出资违约 那我这个股权 比如说30% 就要瑕疵股权了 OK 说在我这个股权 出资没到位的情况下 我打算把股权 卖给这位女同学 各位要交代一下 这位女生做的第一排 你看就很开心的样子 为什么 这是我表妹 不远万你来看我的 我把这个瑕疵股权 卖给我表妹了 各位你告诉 表妹和表哥关系多情 她该不该知道 我出资没到位 她应当知道 因为是亲密关系 推定她知道 各位她都应当知道 我出资没到位还要 意味着她需要对我的过错 也要承担责任 所以对刘安琪 应交未交的200万 公司可以找我 要求我补 虽然我已经把股权卖了 但并不因为转让股权 而消灭我的责任 公司可以找这个受让方 要求她交200万 因为她明知应知 这是她的应用场景了 好各位 把刚才案例稍微变一变 说刘安琪 把这份的瑕疵股权卖给谁了 卖给我们广州市 一家知名投资机构的负责人 各位你告诉我 知名投资机构负责人 该不该知道 我出资没到位 该知道为什么 她是专业人士 你专业人士 连出资有没有到位都看不出来 你还专什么业呢 所以此时也推定她知道 所以此时也有 收网方和转方的连单 所以各位早些年考的很简单 考的就是 她不直接告诉你收网方知不知道 她说她俩很熟 她有亲密关系 或者说收网方专业推定指导 两者连单 但各位近三年 这个考点变难了 你听 根据我们章程约定 刘安琪股东的出资期限是 2022年的5月1号 我该出200万 各位今天是2021年的12月4号 出资期限限满了吗 没借满 是不是还有五个多月呢 你告诉我今天 我有没有出资的义务 没有 我有出资期限利益 那请问 今天我吃的股权 有没有瑕疵 没有瑕疵 因为出资期限没有借满 所以各位今天 我将股权卖给这位同学 不是瑕疵股权的转让 就不该适用这个法条规定的制度 今天把股权卖掉 我没有责任的 会不会一袖 不带走一片云菜 我就坦然处之 坦然自若的走了 那请问 把股权卖给这位同学了 时间来到2年5月1号 请问这200万 谁出 他出还我出 受让方他出 因为他今天买我的股权 不但买了股东的权利 是吧 也概括的寄售了这个股权对于那义务 没错 所以各位 这个法条有正面和反面两个考法 正面就是出资期间 届满 出资没到位 叫瑕疵股权转让 双方明知应知 双方连带 反面考法就是出资期间 没届满 其实就不叫瑕疵股权 转让方转完就走掉了 没责任 到期之后只能找受让方 OK 好 各位讲到这里 我们需要做一个重要的归纳总结 就下面这个图形 即出资责任和出资期间的关系 各位一句话 咱们整个公司法中讲的所谓的出资责任 都指的出资期间 届满以后才有的责任 如果出资期间届满之前 第一 没有对公司的责任 第二 没有对外的补充赔偿责任 第三 也不是用收网方转方的连带责任 各位 你现在觉得听得很明白 但有的时候一做题 看见很多时间就乱了 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讲一24届中间这个图片 各位这个图片什么感觉 就是我只要看见股东出资 看见出资期间 我不管他问什么 我先把图画出来 各位这个图形 我需要大家都会画 很简单 画个坐标轴出来 在中间标住一个点 这个点就是他们约定的出资日期 没错 各位在这个约定的出资之前 左边没到来之前 有没有责任 没有责任 除非有加速到期的例外情形 否则左边没有责任 只有超过这个约定的出资期限 才产生的第一点 对公司的责任 第二点 对外的补充责任 以及第三点 即转让方和收网方的连带责任 没错 这就是这些年股东出资制度 变难的一个考法 加期限利益在里面 好 来看 第四个 瑕疵出资的影响 股东以诉讼时效抗辩 抗辩是无效的 各位文字好多 你也不用看 总结一句话就是 如果股东没出资 或出资有问题 公司告该股东 说你该出资了 股东说 你不能告我 你丧失胜诉权了 因为过去三年诉讼时效了 对不起 该抗辩是无效的 你帮我思考 为什么对股东出资 不是用诉讼时效制度 你就想一个问题 如果允许股东拿诉讼时效抗辩 说你只要三年不找我 我就不出资了 对股东的宽容 就对债权人的残忍 如果你放纵股东 让他不出资 是不是就间接有损债权人 所以对股东出资 就不是用诉讼时效制度了 好 第五个 举人责任分配 不管它 各位至此 咱们股东出资这个模块 终于也讲完了 好 各位 你往前翻一下 你翻回讲印的第17页 各位 你看17页 我们当时画的这个司理导图 各位再看它 你会觉得是略有不同的 我们讲股东出资这么多内容 概括起来就是 一头一尾 加中间三段 一头 出示所有权 而不是使用权 这里关联考点有两个 第一 股东无权处分总办 公司参照 使用善意取得制度 第二 违法所得的货币出资是有效的 不能从公司划走货币 只能处置股权 意味出资瑕疵又怎样影响呢 轻的相应合理 限制新胜利三大权利 重的解除股东资格 且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可以追缴出资的 中间三段分别是 出什么 货币和非货币 非货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可以估价 第二可以依法转让 好 第二怎么出 认缴和实缴 认缴是原则 实缴是例外 第三 不这样出怎样的责任呢 对内的出资不实 出资违约 出套出资 对外的补充赔偿责任 是有限责任 是一次性责任 各位这就没有说的 股东出资制度了 各位股东出资制度 一般每年必考一道选择题 主观题 按理当题当中 必考一问 所以这里综合分值 大概在八分左右 选择题值两分 那一问主观题值六分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板框 能源的核心考点 另外也是大家 未来走向实务领域当中 基本都会预见的 股东出资问题 然后带来股东资格争议 所以现实当中 这边也极为复杂 所以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所以今天给大家留个小作业 什么呢 就大家回去之后 先别着急看别的 背什么都没必要 但我建议你把这个 十七页图片拿出来 自己看能不能复述一下 如果你回去之后 有同学 有家人在你身边 你说 我耽误你五分钟时间 你听我讲一讲 你把这个东西给他讲一遍 比如说你妈妈给你打电话了 说各位女儿今天干什么去了 你要听就开始讲课了 妈妈说听懂了吗 你说听懂了 妈妈你听我说 你把一头一尾加根三段 给他讲一遍 哇你讲的特别清晰 你妈说今天去听课 绝对值明天继续去吧 各位效果就特别好 各位你别笑 这其实是用特别有用的学习方法 叫什么 就是把它给别人讲一遍 就是你自己背一遍 就是你自己认为自己听懂了 但你真的把它讲出来 让别人听懂 各位一定前前后后 方方面解决他所有的疑点 才能给别人讲透彻 如果你妈说 哎呦 讲的真明白 我都能办公司了 你了不起 如果你妈说 什么玩意 又让乱七八糟的 听不懂 坏了 不是你自己没说明白 是你没有自己理解到位 然后你需要再次去加工它 没错 所以各位慢慢养生习惯 就是讲给别人听 当别人听懂了 你就真正把它消化吸收了 没错 好各位 我们往后来看 看完股东出资制度 我们来到讲义的第24页 24页看第4点 公司章程 各位 这个大标题 它不重要 公司章程 咱们简单一看 24页最下面一句话 公司章程 是公司成立的必备要件 公司就必须章程 而且办理登记的时候 就必须将章程提交到市场监管部门 如果你不提交 人是不给你办公司 登记的 OK 下面25页 公司章程特点 这些咱们不管它 特点当中 你稍微注意点 标号三 公开性 既然公司章程 要提交到市场监管部门 意味着各位 广大人民群众 是可以通过一定方式 查阅到家公司章程的 没错 各位你看 我们在上节课讲 股东出资制度当中 咱们提到过 也说股东出资期限 股东有出资期限利益 我这个期限利益 既在公司内部有效 是不是也可以对外部债权有效 老师 外部债权平准受你内部期限的限制 因为章程具有公开性 而股东出资期限会写在章程当中 所以外人是应该看得到的 所以各位 讲到这里你会发现 如果你们要和一家公司 做一笔大单子 做一笔大业务 要关注对方付款能力 那不妨在这个业务开展之前 你去工商部门调档 查一查对方的章程 看看对方股东的出资节奏 有没有在未来有比较大的出资义务在里面 就有可能和对方履约能力挂钩的呀 章程的公开性 大家注意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章程记载哪些事项呢 隔着不考 咱们就简单一过 你看一下章程哪些事项 大家先看 公司法第25条 有限公司章程记载的 第一 公司名称和住所 第二 公司经营范围 第三 注册资本 第四 股东姓名或者名称 第五个 出资方式 出资额 出资时间 柯杰有同事说 刘老师 万一这些股东稀里糊涂 没约定如何出资怎么办 我说不会不约定的 因为这是章程的必备事项 因为章程不写这一条 那可能在工商部门备案都备不进去 所以这一条是章程必须要有的 那各位 如果以后你帮别人写章程 一定和你的客户好好沟通 了解对方的需求 匹配一个好的出资节奏 这是非常关键的 第六 公司的机构 继续产生办法 职权和意识规则 比如同学说 刘老师 你刚才讲 对非关联方提供担保 有董事会或股东部决议 到底哪个机构决议 我说我也不知道 你得看他的章程 这是他章程的记载事项 好 这是职权 第七 法定代表人 这个有限公司章程的必备事项 这七大类 股份公司章程记载事项 列举的更多 列举的十一类 内容可能是更规范更全一些 好 各位今天给大家留第二个小作业 是吧 各位大家是广东的同学 大家去查一家知名企的公司章程 去查万科公司章程 没错 万科公司章程 你可以在哪里找到呢 比如你可以在万科的网站上找到 你们可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栏里面找到 因为万科公司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 没错 各位今天晚上去读一下万科章程 读完你会发现叹为观止啊 一份章程居然能写三十页之多 你会发现这家公司治理真的是非常规范 也说基本这份章程面面俱到 有很多制度是超乎你的想象力的 比如哪个机构如何做授权 哪个机构如何做决议 这个机构如何运行 所以各位当你看过一份完美的章程 你就知道在这里面所学所知将会非常之多 没错 如果哪天大家能徒手写一份完美的章程 那又很了不起了 所以各位去查这份章程 是很有用的 你会发现一份好的章程 写到什么程度 你会说陆老师 我随便找个小公司章程看一看 不要 要看就看最好的才能开眼界 如果看一遍随便小公司章程 你学一些烂的东西是没必要的 没错 所以各位如果大家刚开始学法律 我特别强调点什么 如果刚开始学法律 对很多法律的文献 你是没有一个基本判断能力的 所以在一开始刚学的时候 就越需要读好的东西 没错 好多东西读多了 烂的东西自然有识别能力 相反如果一开始烂的东西看多了 好东西就看不出来了 没错 各位我这里有一个自己 也是别人讲给我的故事 让我印象很深刻 这是我第一份工作 在券商工作 我在券商我的领导 他是银行出身的 他天天就跟我瞎聊 他刚在银行的时候是当柜员的 他当柜员啊 他们有个技能 就是点钞的技能 就数钱特别快 而且要分辨假钱 我说那领导 你是不是什么假钱都见过 他说还真不是 他说跟我培训前半年 让我们一张假钱都不见 让我们数的就是各种真钱 不让我们出一张假钱 我那以后你碰假钱 不就认不出来吗 他说不对 这因为天天数的是真钱 所以半年之后只要一数假钱 就觉得不对 没错 各位这就是一个逻辑 所以你们在一开始读最好的章程 你身边最好的章程 就是万科公司章程 和你们珠海格力电器的章程 他们写的都非常完美 没错 各位如果明天大家来 我明天会问你的 我说昨天谁去看了万科公司章程 各位这个任务不是我第一年留了 一般就 这个稀稀拉拉的几个举手的 还不好意思 各位正是因为做的人少 所以这个工作就有价值的 没错 如果每人都做了 那你做的意义就不大 是不是就内卷了 所以我希望明天 你是这个局属的希腊的少数人 进入一个小作业 回去看一份完美的章程 好 往下来看 第二点 任意记得事项 咱不管它 好 翻过来 各位同学 我来看26页这里 关于章程当中 我唯一需要你记得一个考点 在26页这个表格当中的 绿色的字体 章程的效力 他说 公司章程 对公司股东 董监高人员 具有约束力 各位这是章程的效力 他给予五类主体 大家看 五类主体 公司股东 董监高 内部人还外部人 是内部人 看第二句话 对公司外部人 如债庭人或第三人 不发生法律约束力 即公司章程不得对抗 善意第三人 虽然章程具有公开性 但是他并不是 像登记制度的公式公信效力 所以他不得对抗 善意第三人 OK 也说公司是不能说 我们章程规定 他没权限 所以对外就是无效的 这个抗面纽是不成立的 各位关于公司章程 只有这一个考点 其他的有时间看 没时间就丢掉他了 好 26页往下来看 第五节 股东资格与股东权利 好 各位 这一节非常之重要了 这一节就在我们公司法 那个大数图当中 解决人的问题 解决股东资格问题的 好 各位股东概念 我们不管它 来看下面标号二这里 股东可以是自然人 法人 非法人组织 乃至于国家 哎呦 国家能当股东呢 各位国家当股东 什么情况 国有企业嘛 所以国有企业 表面看 好 旅行出资 旅行出资 职责是各地的国资委 但背后真正的 是不是就是国家啊 好 简单了解 各位 有个小的概念 也不需要你背 就是 我们公司法 对于股东 是没有完全 迷失行为能力 要求的 各位 换而言之 在目前我们国家 公司法观中 小朋友是可以当股东的 有个老师 这不行吧 小朋友当股东 小朋友怎么执行事务啊 如果你要问这个问题 那看来对公司法 理解还不透彻 股东不需要执行事务啊 执行事务的是公司 董事高管和监事啊 股东他是所有者的身份啊 那又说 老师 那这个股东 他不执行事务 他参加股东会 他怎么投票啊 法定代理制度啊 他爸妈帮他投票 不就可以了吗 那你说他当股东干什么 等分红 想有权利 是可以的呀 所以各位 这点你需要理解 小朋友是可以当股东的 那么到后面我们讲 股东资格的继承 会和这里有所联系 比如说股东老张过世了 他有个五岁的小朋友 五岁小朋友 是法定继承人 是不是可以当然继承他的股权 从而继承股东资格啊 因为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要求 简单知道 各位问你 公司高管 有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要求 当然有啊 因为高管要执行事务 好 往下 我们来看到 下面标号四 股东资格确认之诉 他如果当事人要求确认股东资格的 以谁为被告 以公司为被告 因为你要确认我是你的股东嘛 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好 标号五 我们不管他 来看到27页 这个大的表格 股东资格的证明文件 各位问 拿什么来证明我是股东呢 大致有以下几类 第一个 出资证明书 各位什么都不要画 我们简单看一眼 他说 有限公司成立以后啊 应该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 公司盖章 股权转让之后 那么会注销过去那张旧的出资证明书 向新股东签发新的出资证明书 所以各位我们在很多股东资格证业案件中 你会发现 有这个股东提交证据 就是出资证明书 证明我是股东 往下看一下 出资证明书应该记载哪些内容 各位这也不会好 简单看一眼就好 第一 公司名称 第二 成立日期 第三 注册资本 第四 这个股东的姓名 名称 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 这张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合法日期 各位你要注意一个小的陷阱 你看啊 从某一张出资证明书上能否看见其他股东的情况 看不到 它是不是只是我自己的凭证啊 所以你要注意上面没有别人的信息 好 往下看第二个文件 也可以证明股东身份叫股东名册 各位股东名册 你先听我说 首先你不要把它误会是后悔的一本书 因为看见名册就以为是册子像日历一样 不是 各位大部分公司的股东名册就是一张纸 这张纸有这么几列 最左边一列 序号 再列股东姓名或名称 再列股东的住所 再列股东的出资额 还有都有股东的签名 它其实就这张表格 其实就股东的花名单 把所有股东的信息汇总的一张表格 就我们尝试的股东名册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和出资证明书不一样 出资证明书 是不是公司签发交给股东 股东拿在手中的 而股东名册这个总体的汇总 制备于公司内部 那股东名册各位有个重要考点 看绿色字体 把这个话给我记住 记载于名册的股东 可以依据股东名册 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也意味着这个名册 是在内部发挥效力的 谁的名字记载的名册上面 就叫谁来开会 给谁分红 谁享有知情权 是内部行权的依据 OK 了解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好 往下来看 最下面也好 登记 大家注意 如果大家去工商部门申请办理设立家公司 那么其中股东信息要进行登记的 各位安琪老师还真办过不少 大家注意把股东信息在工商部门登记 基本它的形式是这样的 每个股东有单独的一页纸 就是股东身份信息 如果股东是自然人 那在中间应该把这个自然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贴上 这个股东自己签字 如果这个股东是一家公司 是个法人 一般会把他的营业执照副本的复印件贴上 然后公司内盖个七份章 就可以了 这是在登记部门登记的股东信息 各位你看 在登记部门登记的股东信息 它的内容和实质 和内部的股东名册是应该是一致的 但形式会有所不同 我想问大家 在工商部门做的登记和内部的股东名册 有没有可能不一致 有可能 什么时候不一致 登记错了就不一致 比如内部写的是ABC 就要到登记部门写错了 写的是ABD 那就写错了 或者内部已经完成了变更登记 但还没有来得及去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名册变了 工商部门落后了 是有可能的 那你告诉我 当内部名册和外部的登记不一致 以哪个为准 外部的 不对 以内部为准 也不对 为什么 各位你们又掉坑里了 我说两者只是效率范围不同 而没有孰优孰劣孰高孰低之分 应该这么说 在内部也名册为准 而在外部也登记为准 两者关系是 未经登记未经变更登记不得对抗 善意的第三人 没错 这就是两者的关系了 好 各位同学 你在这里给我记个笔记 名册对内不对抗 其股东名册只具有内部的效率 在内部确定谁具有股东身份 具有股东权利 但不具有对抗外部善意第三年的效率 而对抗第三人效率是具有公式公信的登记文件 好 这是两者的关系 各位这两者关系 我们看一个小考点 刚才我们没有展开的考点 大家回到23页这里 大家回到讲义23页 我们照应刚才的一个小考点 好 各位23页 你看最下面这句话 刚才我们讲股东出名 我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我说刘安琪股东应该出资200万元 一直都没有出 公司催告之后 合理期间内我仍没有奖纳 因为公司股东会决议对刘安琪技巧除名 各位对刘安琪除名反应是应该市民 及时办理减资或者安排第三人 办理减资之后 公司出的资本就应该下降200万 是不是同时在登记文件中把刘安琪的名字给抹掉 安排第三人 应该变更登记 200万还在 但是把刘安琪从股东心抹掉 换上第三人 比如蔡雅琪 各位你看最后一句话 他说 办理法定的减资程序 或者其他股东 第三人缴纳签的出资之前 公司债权人请求相关当事人承担相应责任的法院 应当予以支持 好 各位你听 说 于2022年5月1日 公司内部给刘安琪做了除名的决议 当天完成了名册的变更 名册的内部就把刘安琪给删掉了 现在内部我已经不是股东了 但各位公司磨磨蹭蹭 公司到了2022年的9月1号 才办理减资的变更登记 才得到工商部门 把我的名字从登记信息中抹掉 注意 出现时间差 5月1号内部出名 9月1号外部才办理登记 说 8月1号 张某起诉我们公司 要求我们公司还钱 公司还不起 张某于是要求 刘安琪这个股东 在200万的应出未出方面里 对外部张宝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我说我抗变 为什么 因为5月1号我就被出名 我已经不是股东了 各位请问 我的抗变能否得到的反应支持 不能 就是下面这句话 完成减资或者变更登记之前 不得以此对抗第三人 因为此数没有完成变更登记 这具体的体现了 内部虽然完成名册变更 但没有完成外部登记的不得对抗 善意第三人 所以各位 你会发现 我的天哪 股东出名要考起来好难的 既可以考出名的前提 也考出名的过程 也考出名的决议 也可以考出名之后的操作 对外责任的切割 所以各位 如果以后你们在且内部 担任合规封控人员 提醒老板 内部有任何风水草动 及时去办理外部的变更登记 避免内部和外部的一个时间差 这事情差越久 这不可能带来一些不可预计的小的风险 没错 这是我们讲的名册和登记 所以各位 回到27页 27页这个表格虽然很大 但让你记得一句话 只有一个 内部看名册 外部看登记 名册对内 不对抗 好 各位 我们翻过来 来到讲的第28页 来看 本集的重中之重 名义股东和实际股东 也称为叫名义股东和实际出资人 也称为叫名义 也称为叫显名股东和以名股东 好 各位 先看28页这个定义 先看什么叫名义股东 显名股东呢 它指 这个人 登记于股东名册 以及登记机关的登记文件 但实际上 这个人并没有出资 也不会出资 说白了 挂名的 相反 什么叫实际股东 或者以名股东 它指 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 并且享有股东的权利 但是 其姓名或名称 没有记载于名册 以登记机关的登记文件 说白了 背后操盘的出钱但不挂名 OK 好 各位你思考一下 什么人愿意出钱不挂名 当实际出资人 当股东多么光荣的事 他干嘛要藏起来 官员 没错 很多官员 你知道他想经商办企业 但对不起 违反公务员法 对不起 违反党的纪律 是不是应该做财产申报 他不方便 因为他找个白手套 给他带持 这就是一个动力 各位 你们还想象出来 什么人除了官员之外 除了公务员之外 也愿意当实际股东 以名股东找带持 什么人 比如说 安琪老师有过这段经历 给他聊一聊 各位安琪老师曾经在瑞达内部 也当过管理层大 曾经我是我们瑞达驻块部的负责人 我们瑞达的一个总监 一个高级管理人员 各位 在我做瑞达驻块这几年 有个久未联系的朋友 就给我打电话了 说刘总监 祝贺你高升了 我说哥 笑话我了 咱们好久不见 聚聚呗 他说 先不说聚的事 咱俩聊个事 我什么事 他说你们那边招生招的怎么样 我招的不错 我们这边老师也好 教材也好 招生招的不错 他说 你老哥这边 也是做财快培训的 但是招不到人 我说那没办法 市场竞争太激烈了 好 他说 我问你 你在瑞达密布有股份吗 我说我没有 我就是打工的 安月给我工资 他说就意味着 你干多干少一个样 我说可以这么理解 业绩好 也和咱没关系 也差 领导也会发过工资的 他说哥给你一个机会 你把你们瑞达招的人 介绍到我这来 我给你50%的干股 我招业人收一万 分几五千 这样咱哥咋 每年每人赚个大几百万 不成问题的 我哥好是好 这不就吃里爬外了吗 他说吃里爬外才赚钱 我说 那你给我50%的干股 要登记在我的名下 老中老徐不干死我 他说你放心 咱俩不会这么傻的 然后登记在你一下 那别人就看见了 这样 你的这50% 登记在你老哥哥名下 我帮你拿着 咱俩背后签个协议就可以了 我说 这就是所谓的隐名股东 他说对 你讲了这么几件商法 就这个意思 所以各位你看 吃里爬外的人 是不是也愿意搞代持 总归在代持当中 这个实习出的人 总有段难言之隐的 否则他干嘛不愿意光明 正大呢 所以各位 我需要大家 首先你从原理去理解 他这个制度为什么存在 也就是说 你看一个问题 你首先问去为什么 而不要把它当到理所当 去接受 你有这个思辨的过程 哪怕和他教育一点点 叫个招一定能获得长足的进步的 OK 这就是基本它存在价值和意义了 好 各位下面有好多内容 咱都不管它 你看29页 我们看这个图片 我们通常图片给大家讲个例子 给大家说明白 各位 这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徐金贵老师的一段往事 各位 老徐现在了不起 我们瑞达的总经理 兼法院代表人 行政法的名师 非常了得 但各位 你们不知道的是 五年前老徐更了不起 五年前老徐 某省国土资源厅的副厅长 全清一时 各位国土资源厅 专门高土地 那了得吗 当年的老徐意气风发 志得意满 老徐心想 如果能利用我副厅长的职位 自己办家地产开发公司 那就要赚大钱的 但他心里也明白 他贵为副厅长 是不能办公司 持有股权的 因为五年前 一个晚上老徐找到我 他说 小德老师 能不能上一个事 把你身份证借我用用 各位 我对身份证是很敏感的 我老徐你干嘛 你又开房间吗 他说不 谁说借身份证 你定是开房 我去开公司 我老徐 那我就不能帮你了 因为我听说 您的公司 租的资本5000万 您自个儿要出3000万 占比60% 如果你拿我的身份证 去开公司当股东 让我出3000万 我可出不起啊 他说 你想多了 你就是个名义股东 我是实际出资人 这3000万 我老徐来出 只不记在你的名下而已 我说 你出钱 那股东权利会谁呢 他说 你看你又想多了 股东权利当然给我老徐 不归你安琪老师了 我说 那这事不能干 你看挂我的名 一点好处都没有 他说你还要好处啊 我说 那肯定无力不起早 他说这样吧 每年给你1000块钱 吃顿饭 你看行不行 我说可以 不赚白不赚嘛 因为俩就签了一个代吃协议 这代吃协议 未来你们都会遇见 特别简单 就是第一条 我是名义股东 他是实际出资人 第二条 他出钱 我不出钱 第三条 他有权利 我没权利 第四条 他每年给我1000块钱 吃顿饭 就这么达成代吃协议 一室两份 各持一份 各位 不久这家公司就搬起来了 我就当了显名股东 他又当了隐名股东 各位 第一年就出问题了 为什么 哇 老徐太有手腕了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这家公司当年税户利润 一个亿 一个亿 老徐占底60% 是不是独得6000了 而我呢 就拿1000块钱 吃顿肯德基 全家贷贷 捅就把我打发了 我心里严重失衡 我也找老徐 我说老徐 咱俩是不是该再聊聊 你拿6000万 我就1000块钱 肯德基 全家贷贷 是不是太少了点 你是不是多给我分点 老徐就把当时那张纸掏出来了 安琪老师 咱俩都是学法律出身的 懂得什么叫契约精神吗 既然1000块拿了 别的 免谈 当时我就怒了 怒然向法院提起诉讼 诉什么 诉徐金贵 不当得利 我在开庭中这么说的 我法官你看 第一 这是股东名册 上面写着刘安琪 是不是股东 依据股东名册 向公司主张权量 包括分红权 第二 这个证据叫登记文件 看上面写着刘安琪 是不是可以对抗 第三年的公式公益效率 这两个都能证明 我是股东 我有分红权 结果公司利润6000了 分给徐金贵 分错了 他不当得利 应该还给我 各位 老徐只向法官出示了一个证据 就把法官说服了 什么证据 代持协议 老徐这么给法官说的 说法官 别管那一套 这个纠纷本质和公司没关系 这纠纷本质就是刘安琪和徐金贵 两个平等的自安人之间的权力纠纷 那么既然权力纠纷 应该保护我们的意思自制 意思自制是什么 就这份代持协议 这份代持协议 没有民法典规定的无效的情况 没有什么 以合法行政掩盖非法目的 没有虚伪的意思表示 也没有什么恶意串通 所以它又有效的 既然有效 约定权力归我 就该归我 法官说 徐金贵说的对 于是判决安琪老师诉讼请求 不能得到支持 驳回诉讼请求 各位 这就是第一年的案子 因为发现 在两者之间 是不是尊重代持协议的约定 只要代持协议没有民法典规定无效情况 就是有效的 所以两者之间权力归属于实际 不归属于民意 所以各位 你看这个图的左上角 两者之间的纠纷 尊重的是事实主义 事实主义约定怎样就怎样 所以代持协议有效 保护实际股东西的利益 各位 这就是第一年 我俩的纠纷 各位 时间来到第二年 安琪老师觉得好压抑 好憋屈 他赚这么多 我就1000块钱肯德基 但我依然没有退出 为什么 于敏洪老师说 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于是我有耐心等待 各位 谁是我的希望 韩兴一老师 第二年 韩兴一老师找到我 说 哎呦 安琪老师 没看出来啊 您今天是某地产公司的大股东 有60% 我笑而不渝 他说 听说你去年赚了6000多万 了不起啊 我继续笑而不渝 你们懂得 我是不是只是个名义股东啊 但韩兴不知道啊 韩兴说 安琪老师 讲课太苦了 人家在外面天天飘着 还有疫情 哎呀 这个能不能把你的股权 卖给我一丢丢 我出高价 让我也赚掉股权收益 以后躺着就赚钱 就少讲课了 我说你宝宝 过分了 咱俩是跟谁 什么一丢丢 什么出高价 这是万人才说的 咱自己人 来这样 好 3000万平价 全卖给你 因为我俩特别开心 手牵手来到民众局 不是来到工商局 把你股权变更登记 我把股权卖给他 他给我3000万 好 各位 结束了 第二天 韩兴特别开心 来到我们这家公司 遇见徐金贵 徐金贵说 你是谁 韩兴说 我是刚刚取得60%股权的 新股东韩兴一 请多多关照 徐金贵当时 好 一惊 然后紧急着 拿出那张纸来说 小韩啊 你被骗了 刘安琪这是个名义股东 他根本就没有权利 把股权卖给你 赶紧把刘安琪追回来 把钱要回来吧 否则你说损失 就没办法了 所以问题来了 韩兴一这么可爱 美丽的女老师 知不知道我和金贵之间 握出的勾当 不知道 也不可能知道的 因为这个代持 行事两人之间 没有公事和公信 所以这个内部的关系 是不应该有外部的 对抗效力的 所以此时 公司法解释三说 刘安琪把股权卖给韩兴一 参照 善意取得制度 进行处理 他没说这是善意取得 但是他说 参照善意取得制度 进行处理 所以只要 韩兴不知道 我俩之间代持 韩兴给了对应的价款 办理了股权 变更登记 我们认为 韩兴取得了股权 给老徐当中损失 谁赔 刘安琪内部进行赔偿 就可以了 各位 这就是第二年的故事了 各位 一听这故事 就瞎编的 为什么 韩兴这么聪明 他早知道 刘安琪的穷鸟丝 不可能有六千 不可能有股权的 所以他根本就没来 顶多是看了看 撂了一把就跑了 而真实故事是什么 真实故事 几年前 党中央下决心 打老虎拍苍蝇 徐经贵副厅长 做一个小苍蝇 落马了 好 徐经贵落马之后 我们公司失去了 这么一个背后的 大老虎作为支撑 好 结果公司业务一落千丈 到了第三年 公司巨亏两千万 还不起 各位 公司欠万人两千万 外人告公司还钱 公司没钱 但外人通过查询公司的登记文件发现 你刘安琪股东 当年任缴 三千万 只只出了一千万 还差两千的缺口 于是外部战刑要求 刘安琪对外在应出未出的两千万份里承担 补充赔偿责责任 我说冤枉呀 你看我代赤协议 我名义股东 今年我这一千块钱还没给我 肯德基也没吃到呢 我也冤 走 咱们一块去找徐经贵吧 别找我 找实际出资人 各位 这个抗面有效无效 也是无效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债权的地位 本质和刚才的韩信仪差不多 是不是都是公司以外的无辜的第三方 所以此时 我们依然一定名义股东就是股东 名义股东对外背锅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我背完锅 在内部找徐经贵追偿就可以了 没错 所以各位 你会发现 这个图片的右手边 讲的是外部关系 在处理外部关系的时候 这么几个字 商是外观主义 各级的旁边 在右手边记这么一行字 商是外观主义 商是商业的商 是事物的事 商是外观主义 基本的保护交代效率和交代秩序 我们这里就看外观 外观名义股东就是股东 所以对外主要股权 参照适用善业取的制度进行处理 名义股东对外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然后进行内部追偿就可以了 好 各位同学讲到这里告诉我 当名义股东有没有风险 有风险 风险就是实际股东不出钱 你可能帮他背锅 所以各位 以后是要借你身份证 一定要小心和慎重 不要轻易的把身份证借给别人 去帮别人代持 这是有风险的 第二点你告诉我 当实际股东 让别人帮你代持 有没有风险 也有风险 如果这名义股东不靠谱 把你股权给出置了 把你股东给卖了 你可能都不知道呢 所以你未来要找民意股东 得找靠谱的人才可以 所以这个法律关系 还比较敏感的一个关系 好 各位 我们再说第三重关系 说老徐副厅长 经组织查明 没有经济问题 只有个人生活作风问题 生活作风严重腐化 抱养了二十几个情妇 然后最后 只是被双开了 没有判刑 老徐出来就会想 既然我已不是副厅长了 来 我把公司搞好吧 由于老徐来到公司 堂而皇之的 拿着一支笔来 把刘安琪的名字 从名字上画掉 写上徐金贵 来到工商部门 把刘安琪的名字画掉 写上徐金贵 也就完成变更登记 各位 能这么简单粗暴直接吗 那可不能 说让你付出水面 就付出水面了 各位 刘安琪倒是没问题 其他股东可能有问题 因为这个代持 只有我俩知道 其他股东 一直都以为是 和刘安琪合作 是不是其他股东的人和性 是基于对刘安琪的信任产生的 所以你让徐金贵出来 刘安琪退出 其他股东可能不能接受 所以各位 如果实际股东 要浮出水面 变更登记 对其他股东而言 就相当于 刘安琪将股权 转让给徐金贵是一样的 所以应当征得 其他股东的 过半数同意 反而来讲 未经其他股东 半数上同意 要求变更 凡是不予支持的 没错 这就是第三重关系的 实际股东 付出水面 相当于对外转让 但各位 你要注意 你看一下 28页最下面 有个特殊的规则 看一下28页最下面 我讲原则上 是真的其他股东 过半数同意 付出水面 但是有一个 其他的小的渠道 规定的 9名基要当中 看28页最下面这一段 实际出资人 能够提供证据证明 有限公司 过半数 其他股东 知道 其实际出资的事实 注意 这里不是过半数同意 只是其他股东 过半数 知道它的存在 且对其实际 行事股东 行事 未曾提出 异议的 对于这个实际出的人 要求把它登记 为股东的请求 法院 依法应当 予以支持 公司说 没有征得其他股东 过半数同意 以此抗辩的 法院 不支持 各位 讲到这里 也给大家介绍一个 待持当中 在实践中 运行的一种状态 各位 待持 实践中 有两种状态 一个叫全饮 一个叫半饮 什么叫全饮 你得特别彻底 只有名义股东 实际股东 两人知道怎么回事 其他人 都不知道实际股东的存在 这时候实际股东 要变更登记 是不是吓别人一跳 那就真的是相当于 转让股权 就必须按照公司法规定 真的其他股东 过半是同意了 但是在实践中 更多的什么 是半饮 什么叫半饮 就是在内部 大家都知道 实际股东是谁 但是实际股东 不在外部做登记 也不在披露 只要纪委的人 不知道就可以 这种情况 是不是更多 所以各位 如果是别人都知道了 那现在实际股东 说变更登记吧 其他股东 也没有给回复 既没说好 也没说不好 但其他股东 是知道我的存在 过去我来开会 该怎么签字 怎么签字 我是真实薪水权利的 说别人早就接受我了 所以此时 我只要证明过半 说知道 不反对 哪怕你们没说同意 也支持变更登记 就是实践中的一个扮演的状态 找了一个小规则 没错 各位考试这怎么考 我见过这道题 出的特别好 你听一听 说徐晋贵是实际股东 刘安琪名义股东 徐晋贵要求变更登记 通知了其他股东 但其他股东 未知可否 什么叫未知可否 心没说同意 也没说不同意 挺犹豫的 总之没人搭理他 这时候是不是就没办法 获得其他股东过分同意 然后去办理变更登记 于是老徐向法院起诉 要求确认股东资格 办理变更登记 老徐向法院就提交了一个证据 就把法院说服了 什么证据 一份工资的股东会会议记录 这份股东会会议记录上 有全体登记股东的签字 也有老徐这个实际股东的签字 各位你告诉我 这个证据能够说明什么 老徐和全部的登记股东都签字了 是不是大家曾经坐在一起开过会 你说其他人知不知道他 过半数知道他 要么怎么一起开会 怎么一起签字 第二 他签的一份股东会会议记录上 代表老徐行使的什么权利 参加股东会会议的权利 是不是这个文件就证明了 过半数知道 且曾经兴起权利 其他人未曾寻出意义 于法院就直接支持老徐是股东 变更登记就可以了 OK 这么讲的 民意股东 实际股东 非常重要的考点 好 各位 一起总结一下 民意股东 实际股东 总是三重关系 四个考点 哪三重关系 第一 两人之间 事实主义 认定再持续业 有效 但是股东权力归属于 实际不归属于 民意 这是第一 内部关系 外部关系 伤势外观主义 两个考点 第一 民意股东 对外转让 出置股权 参照 善意取的制度 进行处理 另外 民意股东 对外承担 补充赔偿责任 先外部 在内部 追偿 这是第二重关系 第三重关系 实际股东 服出水面 要求变更 登记 一般过半是同意 特别过半是知道 且信息权利 未曾提出 异议 没错 各位 左边这一页 文字我们这里不展开 这个文字就是右边 这个图形的含义 所以各位 今天给大家留的 第三个小作业 就是回去 把28页这文字 看一看 好 在理解基础上 把这些内容 能记多少 记多少 最终总结为 叫三重关系 四个考点 各位 这个点特别重要 是每年的必考考点 要么出在选择题当中 要么出在主观题当中 很重要 好 来看 29页 第三 冒名 登记 好 各位 你听我说 啥叫冒名登记 说徐金贵老师 没有给我打招呼 老徐 偷了我的身份证 偷了我的身份证 在我不知道情况下 把我登记为公司的 股东 各位 此时我们就说 老徐冒了刘安琪的名字 把我登记为股东 他叫冒名行为人 我叫被冒名者 各位 你给我做一个比较 这个冒名 和刚才讲的 名义股东 实际股东 本质的区别 在哪里 知道和不知道 名义股东 实际股东 之间是有合议的 代持本身 就是一丝自制 是合议 是合法的法律关系 而这个冒名 和被冒名 是违法的 是非法的 被冒名者 不知道 没有授权过 各位俗话说 不知者 不为罪 所以被冒名者 不是股东 不承担任何责任 也没有任何的 义务和权利 冒名行为人 承担所有的义务责任 也有权利 这就是我们讲的 冒名行为了 特别简单 就看有没有合议 各位 这说起来简单 但在实践中 却有模糊地带 为什么 因为咱们讲课的时候 各位 是一个上帝视角来看的 什么叫上帝视角 它是代持还是冒名 我都告诉你了 所以你看起来特别容易 但因为实践中 你们能看见的证据 只是一个 能查到的工商登记文件 和名册 他俩这些有没有合议 你作为外人 是不是说不清楚 所以实践中 这处理还真有模糊地带 没错 所以这个模糊地带 你用好了 能对你有利 用不好 可能对你不利 咱们举这个例子 大家把握一下 各位比如说 你看我和这位同学 蛮有缘分的 刚才我说是我的表妹 跟我们扮演了很多角色 说现在我觉得和这位同学 已经比较熟悉了 我说这位同学 帮我个忙 把你身份证借我用一下 安静老师叫不方便 你帮我挂个名 当名义股东吧 各位 这位同学一听 清楚好矛盾 为什么 一方面 他担心当名义股东有风险 想拒绝我 另一方面他想 如果拒绝安静老师 那其实不是把安静老师得罪了 那明天还好好跟我讲课吗 又不太敢拒绝我 就属于这么一个矛盾的心理状态 各位 未来的律师们 帮他支个招 这位同学面对这个矛盾 如何有理有面的 把这矛盾解决了 此时这个同学应该巧妙的应用 民意股东 实际股东 和被冒民的一个模糊地带去处理了 这位同学比较睿智的 怎么办 他掏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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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掏出他的身份证来 没错 身份证掏掏掏之后 啪就扔地上了 说 刘老师你看他这什么 我心领神会 就在地上捡起了身份证 转身就走 好 他目送我的离开 两人默默无语 一句话都没有多说 我刚走出门外 这位同学立刻来到当地的派出所 向派出所说 派出所 我身份证出了 给我办个挂师登记 因为他的派出所就挂师那辆身份证 各位你知道 目前我们身份证 你挂师之后 那个被挂师的 不会失效的 还没有实现这种身份证芯片的连忙 所以我那张身份证拿走的 依然可以去做登记 甚至去刷东西 还能是刷出来的 没错 于是我就把他登记为公司股东了 我当了实际 从我这来看 他是民意 如果干净之后 这家公司真出问题了 刘安琪没有实际履行出资义务 债群起诉 要求公司还钱 公司房门上来 这个民意股东 来背对外的补充赔偿责任 找到他 就跟我说 我不是民意股东 我是被冒名股东 你看我的身份证早就挂师了 你那个登记 是在我挂师之后 身份证去哪了 我都不知道 怎么说你就是民意股东 他说不是 我是被冒名者 你才是民意股东 你全家都民意股东 所以各位 完美 有这个挂师证明 他确实不知道 此时他免责的 有利于面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各位 这里有点玩笑和戏谑的成分了 在这我只是想提醒大家一点 把你的身份信息看好了 不要随便去当这种老好人 因为真的哪天当了民意股东 哪怕是被冒名等等 各位你是可能面临很多麻烦的 没错 因为事后再去亡羊补牢 不如我们未雨绸缪更好一些 就这样子 所以各位 这两个概念 一定要变些清楚 一句话 民意实际之间有合一 冒名被冒名之间没有合一 好 各位来看下面这道真题 我们巩固这一节的内容 他说 高材 李一 增平 各出资40万元 你设立 鄂汉 持平 有限 公司 高材手边 只有30万的现金 就让好朋友 艾瑟 为其垫付了10万元 林也许诺 一旦公司成立 就将该10万元 从公司抽回还给艾瑟 而李一 与其妻子文飞 正在闹离婚 为了避免可能的纠纷 所以其地李三商定 由李三出面 与高和曾 是李公司 但是出资 与相应的投资权益 均归属于李一 你告诉我 李一和李三 这件什么关系 代持关系 李一是实际出资人 是隐名股东 李三是不是名义股东 显名股东 所以各位 这我们说的法律关系分析 读完题目之后 首先界定 他俩之间是什么法律关系 公司于2012年5月成立 在公司登记机关 登记的股东是 高材 李三 曾评 你看就没有登记李一 高材是董事长 兼法定代表人 曾评是总经理 回答下列两个问题 第一个 关于李一和李三的约定 以股东资格 现在表述正确的是 考的就是代持关系了 A选项 两人之间约定是有效的 有没有效率 有效 那么说了 两人之间是事实主义 只要他们约定 不违反民法典 关于合同效率的强烈性规定 那就是有效的 B选项 对于公司而言 李三 具有股东资格 各位你告诉我 对公司 是内部 看哪个文件 内部看 名册 名册上记得是谁 李三 所以B选项是对的 是不是李三 可以依据股东名册 向公司主张权利 容老师 不对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权利归属于实际股东 不归属于民意股东 但各位 那个约定 是不是只在两人之间 发生效率 而对公司 那可能依据股东名册 所以各位 接着这个选项 咱们要把这个路径理清楚了 我们说 实际股东 要想行事股东权利 向谁主张 实际股东 向民意股东 主张权利 民意股东 向谁主张权利 向公司 主张权利 所以综合计算 应该这么说 在两人之间 权利归属于实际 但实际股东 不能直接向公司行权 是不是只能通过 民意股东 间接向公司行权 因为名词上 不是他 这就是关于股东权利 行使这个路径 实际股东 间接 行使股东权利 所以我们讲 B选项 是对的 看C 在和李懿的 离婚诉讼当中 各位 题目还有个信息 就是实际出资人 李懿 在和妻子 文飞 离婚 文飞可以要求分割 李懿 实际享有的股权 好 各位 一点来剖析它 所以你告诉我 现在李懿 有没有股东资格 没有 无论从内部看 外部登记看 是不是李懿 都不是股东啊 李懿 只通过一个合同 一个债的关系 见机的有股东权益 但你却不能表达为 李懿 有股权 各位 李懿的这个权益 可以认为是个财产性的权利 它有价值 但不是股权 你告诉我 文飞如果想分割股权 总共有几步 文飞得经历两步 才有可能分割股权 第一步什么 要求确认李懿的股东身份 是不是争得其他股东 过半是同意 把李懿确定为股东 变更了登记 把股权归属于李懿 名下才可以啊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什么 离婚诉讼中对夫妻共同财产的 分割 这两步加在一起 才能导致文飞能分到股权 所以像C选 他也没说确认股东身份 就直接说文飞要求分割 李懿实际项的股权 不对 你自己绕了一个大弯 把中间过程都给我省略了 我们认为李懿名下 没有股权 没错 好 看第一选项 李懿可以实际履行出资 第一步为由要求公司直接变更自己为股东 对吗 不对 错的哪样子 直接 他要变更自己为股东 一般要征得其他股东 过半数同意 或者能够证明什么 其他股东过半数知道他的存在 且曾行使股东权力 其他股东未曾表现意义 是不是才可以啊 这里都没有这些 所以C和D都是错的 各位这道题我觉得出的蛮好的 基本就把这个名义股东实际股东 他的法律原理是考察 透彻了 各位前段时间又有个同学把我气坏了 他说六老师这道题确实出的好 我说为什么出的好 他说他可以告诉我一点 在离婚中如何逃避财产分割 我说各位真的是 哎呀 人者见人 赢者见赢 他看到一些自己的想法 好各位来看第二问 他说2012年7月 李三买房缺钱 大家看 李三是名义股东 所以在征得其他股东同意之后 将其名义股权 以42万的价格 卖给了王二 并在公司登记机关 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 各位你看 这是不考的外部关系了 也说民意股东 把股权卖给了外人 让你选正确的是 A选项 李三他的股权转型 属于无权处分行为 跟我们讲 A选项是错的 A选项是错的 各位这里需要给大家说明白 就是在这里 我们有个观点的冲突 民意股东卖股权 到底是有权处分 还是无权处分 也说在理论界是有争议的 是有争议的 但各位这个争议 我不需要你去了解它 在法考当中是个硬式考试 法考这边态度就是 是个有权处分 因为命运的观点就认为 确定股权是有登记制度的 内部看名册外部看登记 名册上记载的是李三 登记记载也是李三 所以从整个公司角度 还是登记角度 李三就是股东 李三卖股权天经地理所当然 这是个有权处分 各位这就是我们法考给出的观点 所以这个观点 有可能你觉得不能接受 但各位如果你不接受 你又不得分 你自己去做决定 所以各位A选项我们讲是错误的 命题认为这是个有权处分 有东方老师那矛盾又来了 如果是有权处分 那何来善意取得呢 各位这里他就比较狡猾了 人家公司法解释三 没说善意取得 公司法解释三说 参照善意取得制度进行处理 他没说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他说参照善意取得制度进行处理 结果圈的归属方面 你参照这个制度去办就行了 但也不是这个制度 所以这就是他一个 模棱两可的模糊处理方式了 这点需要大家在这里理清楚 A选项错误 B 李三和王尔之间的股权买卖合同 是有效的合同 但是当然啊 你想有权处分 没有违反法律强确性规定的内容 也没有乙和掩飞 也没有序位的意思表示 所以当然是有效的 B正确 C 王尔可以取得股权 是这样的 有没有讲 能否取得股权 好 按照善意取得制度去处理就好了 各位善意取得制度 第一 王尔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贷借关系 第二 对价是合理的 第三 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 都符合 所以王尔取得股权 D 就因为股权转让 所导致的李一投资权的损失 李一可以要求李三承担赔偿责任 是对的 是不是先处理外部关系 再处理内部的追查 所以这题谈是 B C D三个选项 各位第二问考的就是外部关系了 大家注意一下A选项 有权处分和无权处分问题 法考名品人占的是有权处分的观点 好 往下 再看下面这道真题 胡鸣是从事进出口贸易的 贸服公司的总经理一 各位总经理是所有者吗 不是 是什么 高级管理人员 姚舜曾短期就职于该公司 2016年初离职 2016年12月 姚舜发现自己被登记为 贝达公司的股东 警察 贝达公司实际上是 胡鸣和他的好朋友张力 王威 共同设立的 也从事进出口贸易 胡鸣为了防止 贸服公司发现自己的行为 用姚舜留存的身份证信息材料 将自己股权 登记在姚舜的名下 问哪些选项是错误的 各位就问一句 在这个题目当中 胡鸣和姚舜之间 是带持股关系吗 不是 你没有看到姚舜有同意 有授权 所以他要之间是什么关系 冒名登记行为 在其中胡鸣是冒名登记行为人 然后姚舜是被冒名者 那分析完六派的关系就简单好多 A 姚舜可以向贝达公司主张 利润分配请求权 对还是错 姚舜是什么人 被冒名者有权利吗 没权利 这事和他没关系 是不是既没有权利 也没有义务啊 好 比如说姚舜假戏真做不行吗 我想不让你背锅就好事了 还想拿钱 想什么呢 B 姚舜有权参加贝达公司股东会 并进行表决 对吗 不对 那其实和A选项本质一样 A选项说他有权行使分红权 B选项是不是就说 他有权行使参加股东会的权利啊 也是错的 C 在姚舜名下的股权出资 尚未缴纳时 贝达公司债权人可以向姚舜主张补充赔偿责任 错 姚舜不承担任何的责任和义务 D 在姚舜名下股权出资尚未缴纳时 张力王威只能要求胡鸣履行出资义务 是对的 一切责任和权利都归属于胡鸣 冒名 行为人 所以这题答案错误的就是ABC三个选项 只要你明确他们各自身份 这道题应该是没有难度的 好 各位 这我们讲的这节的一个重头戏 叫做股东的身份与资格 各位你回到我们讲义的第26页 26页 你看标题1 股东资格这里 你回到26页标题1 股东资格这里 各位在股东资格旁边给我寄个笔记 好 写上 两个文件 两对范畴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落里落所讲了这么久 也就是说关于股东资格部分 就是一句话 两个文件 两对范畴 哪两个文件 内部看名册 外部看登记 哪两对范畴 第一对范畴是民意股东和实际出资人 第二对范畴就是茂名和被茂名者 所以各位 我们就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我们讲的这节课内容了 两个文件 两个范畴 各位都是无论是你学校期末考试也好 还是法考也好 等你下次复习到这里 股东资格先别展开 先看这个笔记 先自己想一想 能否还原出来什么叫两个文件 两个范畴 如果脑海中能够完全复原出来 直接翻过了 如果复原不出来 再看具体的内容 就这边的总结了 通关旧选实战派 尽在瑞达教育 本课程学习服务热线 400.000166.0360.340.3453.4404.370.4QA104.650.8000.3404.350.650.890.3604.CH Influ.3704.950.3208.370.360.650.460.460.360.380.650.460.650.370.340.250.370.920.450.720.390.420.650.650.370.380.750.270.519.460.440.650.460.750.s590.4.6 Germany.430.750.650.420.610.660.370.390.580.750.650.380.750.350.660.170.650.6